亲爱的弟兄姐妹 朋友同学们 大家带着 我们来 我们来死了 死了 请大家方开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 这是主耶稣 祂自己所讲的 这个真理 祂的话 请大家一起起立 那时彼得近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 我英雄得罪我 我当老数还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次 天后好像一个 我们的大部分人算账 财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钱 一千万名字来 因为他没有什么场合之物 主人吩咐把他的 他七次本位 另一切所有的 都卖了场合 大部分人就扶负败 他说 主啊 帮助我 将来我都要还心 大部分人的主人 就动了自信 把他释放了 并且赔了他的债 大部分人出来 遇见他的一个同胞 欠他十两名字 也认识了他 他让他的同胞说 你把所欠的还我 他的同胞就扶负 扶着他说 欢容我吧 将来我必还清 他不能 急性把他下在坚里 等他还了所欠的他 众同胞看见他所做的事 就生忧愁 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叫了他来 对他说 你这恶无财 你让求我 就让你所欠的多年了 你并当严训的同胞 向我严训吗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他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败 你们个人过后 从心里劳住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带你们了 所以这是神的话 所以凡是听 凡是看见 凡是愿意遵守的 都是有福的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示下你的话语 主啊就求你这个时候 圣灵在我们当中 自由的运行 使我们都能够被圣灵引导 进入这个真理 主啊我们需要你 因为离了你 什么都不能做 主 你自己在我们当中 来做网做主 使我们每一个人 都服服在你面前 我们敬拜侍奉你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民情 那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很烦恼的这个事情 什么烦恼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么人与人之间 我们常常就觉得 许多人或者有人 就得救了我们 我们心里面是非常的 这个不好受 有的时候 这种的这个不好受 会影响我们的 这个睡觉 会影响我们的事意 明明很好吃的 就是变成不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心中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他们得罪了我们 当然彼得也遇到 这样的这个情况 那么彼得就来到耶稣的这个面前 问耶稣说 他说主啊 我的弟兄得罪我 那我当劳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比得能够劳恕七次 是相当不错的了 如果你的弟兄一直得罪你七次 你怎么样 我想你已经defriend他了 现在在social network 把他确断 把他各断 不要跟他讲话 然后从心里面 存着这个怨恨 有的时候 这种的怨恨 甚至带到 我们的朋友的村子 或者亲戚朋友的这个村子 这个里面去 所以我们说 这个是一件 实在是不容易处理的一件事情 不单是我们的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家里的人 有的时候是我们的 至亲的人 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个同事 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 都有可能 但是主耶稣基督 他很清楚地 讲出了这个信息 就是劳恕的这个功课 那么不单单是在这里讲 在第六章的启示 第六章十四十五节 耶稣已经讲过了 你们劳恕人的过放 你们的天赋 也必劳恕你们的过放 你们不劳恕人的过放 你们的天赋 也必不劳恕你们的过放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的功课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听了 但是我们还是在想为什么呢 我劳恕他这么多的词 为什么还要劳恕他呢 但是神说还是要劳恕 所以主耶稣基督 他就讲了这个比喻 那么这个比喻讲得非常的 这个真实 真实到就是讲到神跟我们人的这个关系 所以就讲到我们神对待我们 是如何的这个有恩典 所以这一个比喻 所以讲到这个比喻说气次 其实气死跟气次 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绝对的劳恕 就是绝对 什么是绝对 绝对就是绝对的劳恕 就是说不留着 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有的时候我们劳恕 我说我可以劳恕你啊 但是看看你今后你怎么表现 是不是 所以还是有权劳 这个是绝对 这个不是绝对 那耶稣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是绝对的劳恕 就是无限宽容的劳恕 所以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去计算 有的时候我们说劳恕 但是还是在计算 所以这个不是劳恕 那么在犹太人这个当中呢 其实三次就够了 然后受三次就够了 在犹太人其实是三次就够了 但是彼得已经做到七次 是相当不错了 他以为很得意 可以得主的这个夸奖 但是主说 还是什么 气息的七次 这个是不容易的功课 但是主要信基督 确实这样的教导吩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边我们讲到说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喜乐 我们上个十一月份 我们讲到这个感恩 有的时候我们感恩 我们说喜乐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习到这个劳恕的功课 实在的 这个喜乐 这个感恩 不起来 所以就讲到这个比喻了 我知道 家庭团契的弟兄姐妹们刚查过 所以不要厌烦 再听一次 那其他人 可能有听过 没有那么惨 听 那么这里讲到 这个他说天国 所以这个天国 每次耶稣讲到这个天国的时候 就讲到 那么神 对信徒们 这个 我们说这个要求 这个原则 他说天国就像什么呢 天国就像一个国王 是不是 所以讲到天国的时候 就讲到神 他自己的这个国 那么天国就讲到 我们今天属于神的 那么这个天国就是将来要掌权的 这个永远的国度 所以耶稣讲到这个天国的这个时候 是这个永远的 是以后 这个是永远的 我们这世上的国都要过去 但是这些天国 我们说神的国是过去的 所以耶稣讲到这个天国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很注意听 所以他说什么呢 他说天国就像一个玩了 他要跟他仆人算账 这个算账 大家知道什么是算账吗 如果你欠人家的钱 必然跟你算一算 这个要算账 那么也是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将来有一天我们到神的这个父神的面前 我们都要怎样 意思就是说神要审问 神要这个审判 所以我们人不是说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死了就算了 没有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当我们走完这人生道路的这个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 要受他的这个审问 要受他的这个审问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非常注意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 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所做的决定 我们如何对待人 我们是如何的来看待这个世界 我们是如何的做怎样的这个事情 我们将来都要站在神的面前 受神的这个审问 所以天国就像这个国王 要和他仆人算账 那么才算的时候 就有人带了一个千一千万银子的 那么一千万银子 其实在这个原文里面就说 一万他连的 那么一万他连的相当于一个工人 六千天的 工钱六千天 六千天几年了 我也不知道 你们算一下 这个很久了 哇 你要做工18到20年 才还这个钱 你说你欠的多不多 很多啊 如果以今天贷款分歧 这个更多了 可能要四五十年 这个是很多的这个钱 所以他欠这个主人 欠的这么多 真的是一个非常多的这个钱 但是另外一个欠他的是欠十两银子 那么十两银子 就这个他们说是相当于一百天工钱 一百天 一百天多吗 也是蛮多的 但是你跟六千天一百天比的话 这个是差很多了 差很多 所以都同样的这个欠钱 我们都知道有两个欠钱的 他们都面对各自自己的这个债主 所以我们家庭堂记的 查经的时候都有问这个问题 就说有什么是相同的 对不对 有什么是相同 相同的是什么呢 相同的就是福福在地 怎么样 求这个主人 讲的也是同样的话 讲什么呢 欢乐我吧 讲的是非常非常丑 内自里面无助地发出这个恳求说 欢容我吧 将来我必惨黄 将来 现在的都说我将来会惨黄 有的时候你觉得根本惨黄不了 但是他还是说 我会惨黄他恳求 但是我们知道说 第一个仆人 他欠他主人的简致是 根本没办法来偿还的 其实这个主人说怎么样 主人就已经有这个方案 要把他的这个妻子 把他的什么 儿女都怎么样 卖掉 来偿还 这个卖掉 以前是可以卖妻子 卖儿女的 感谢主今天不可以卖 如果卖的话很糟糕 所以这个是很悲惨的一个事情 所以卖了 但是他欺求 他恳求 恳求他的主人 真的是非常可怜 你知道圣经怎么来描述吗 那仆人就动了这个慈心 发出这个怜悯的心 这个是何等的宝贵 这个是何等的宝贵 发出怜悯的心 所以就赦典了他所欠的这个账 并把他这个释放 那么圣经这个比喻里面 当这个仆人一出来的时候 那么他看到他的同伴 那么他的同伴呢 欠他十两银子 便揪着他 并且怎么样 吓住他的喉咙 哇 这个是 我们只是细看到 你没有对别人这样 你没有对别人这样 但是这样的 因为他只欠他十两银子 哇 他们就怎么样 他同伴也服衍求他 就服衍求他 说宽容我吧 将来我必怎么样 这个仆人 这个仆人 当他这样求他主人的主 主人动了这个慈心 但是他的同伴 这样的要求他 俯伏在他面积的时候 他怎么样 他有没有动慈心 没有 他反而不肯 他把他下在这个肩膀里面 等他还了所欠的他 哎哟 我们说这个仆人真的是什么 他不懂的什么叫问题 他的心实在 我们说实在是很坏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描述的话 如果他的心实在是很坏 所以连他的这个 看见的人就很忧愁 怎么会这样呢 就把事情告诉这个主人 那么主人就叫他来就骂他 就很生气 主人就非常的生气 说恶财奴啊 奴财 你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 向我连续你吗 主人就大目把他交给掌心的 等他还清了所欠的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比喻 就是信息讲得非常的清楚 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是给我们生命的这个主 我们说生命在于他 力量在于他 但是我们人还是怎么样 不听他的话 选择走这个偏 背他的这个道路 偏行几路 背叛他 但是他还是爱我们 所以拆解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救我们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蒙了恩典 我们领受了他的这个恩典 就像这一位第一个 这个仆人我们欠什么 我们欠了主什么 多少吧 一千万的这个名字 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欠这位王欠的那么多 我们欠他 我们欠神欠的这么多 但是他还是怎么样 连续我们 赦免我们 对不对 当我们向他呼求恳求的时候 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啊 是爱的心 是怜悯的心 所以他动辞心 赦免我们的过犯 赦免我们的过犯 是不是 所以他说我们连续 他说我们蒙了连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也有人得罪我们 但是主耶稣讲到这一个比喻的时候告诉我们 不管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你的配偶 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 怎么样的得罪你 或者是 有的孩子怪 很生气这个父母 对如果在人看来是非常的不好 但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告诉我们 不管怎么样 别人怎么样的得罪你 还不比得上我们得罪这位给我们圣灵 爱我们的这位父神 所以这是这个比喻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 因为他锦南架的老鼠 如果神不老鼠我们 不赦免我们 不救我们 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可悲的 我们今天虽然活着 我们都是走向这个灭闻的道路 所以真的是非常凄凉的 现在世界是我们说很糟糕 但是如果没有耶稣更糟糕 也是肯定的 如果没有耶稣的爱 如果没有耶稣的拯救 如果没有神 祂自己来干预 我们活得更糟糕 活得真的是这个地狱 但是我们感谢神 祂还是爱我们 祂还是救我们 所以主说祂如此的爱我们 就像祂连续欠他这么多的 一千万的那一个 祂还是老鼠 所以今天能得罪我们 主耶稣说 也应该连续你的同胞 你的人 得罪你的人 就像我连续你一样 所以三十五节讲到很重要 你们个人若不重新以劳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带你们了 所以这个是主说的 如果我们不劳恕 那父也不劳恕 所以劳恕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主祂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你看 祂被定死了 祂没有罪 但是为我们罪被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祂在十字架七句话里面 一句话祂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想赦免 被他们定死之架 所以他们赦免 你看第一位行道的 这个在十字架上里面记载的是谁啊 是斯蒂芳 斯蒂芳围绕这个传福音 要人信主耶稣得救 但是后来怎么样 被人用石头丢死 那么在死之前 他说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是不是 今天 我们说如果 我们说 这巴不得 像约翰 在这个跟耶稣同行 有一次啊 这个城不借待 他说 求父啊 把这个火降下来 把整个怎么样 这个城烧掉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心理 但是实际方 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爱 所以虽然人家把石头 要石头丢他死 在死之前他说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所以他体会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爱 主耶稣基督的老数 所以其实主耶稣不单是这样子 其实如果我们好好地来生死的话 其实老数 我们能够老数 其实神是对我 因为如果你问有一些有经历的 他们不可老数 不可老数 最后会怎么样 就慢慢地有这样的这个怨恨 怨恨之后 还有更多的 就苦毒 就整整的 就进到这个心里面来 其实如果我们 这个不老数的话 用恨苦毒 真的把我们这个人 真的像 放在这个地狱里面 来受这个折磨 那么约伯记我们不要看在二十一章 其实在二十三 十三到二十一章里面 就描述 他描述什么呢 他说有人 至死 到死 身体都很强壮 尽得 就是得到这个平静安逸 那么有的人到死 一直在他的一生 都受这个痛苦 终生呢 没有尝过这个福乐的滋味 这个是非常痛苦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享受平安喜乐 那么有的人 就受尽这个痛苦了 那么当然其中 当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不老数的这个时候 你抱不老数 你用恨在你的这个心中 真的 不会让你得享这个福乐 不会让你享受这个平安 不会让你享受这个喜乐 它只会带来这个心中更加的痛苦 那么终生不能够 尝神所示的这个福乐 不老数真的会折磨人的 我们没有办法老数的时候 不是神把我们放进这个 这个我们说 好像监牢里面 乃是我们自己 所尽这个愤怒 和这个忧虑的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说不老数带来 极大的这个伤害 这些伤害 会变得越来越厉害 那么继续的伤害我们 所以耶稣说我们 所以耶稣讲这个命令 讲得非常的这个严厉 如果你不老数我也不老数 那么我们是我们自己 把我们锁进 像监牢里面被锁进来 所以说老数我们就能够得死亡 现在有很多枪杀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说真的 很可悲 我想在一九八几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Edmond Post Office 有这个枪杀案 你们知道吗 你们都不知道 Post Office在这个Broadway上面 Edmond 你看 我看有枪杀了 死了几个人 为什么枪杀呢 就是员工被发员 所以很气愤 就拿枪杀死了几个人 所以这种的事情很多 我也看到一个报告 就讲到一九九五年 在奥华尔的科隆布市 也发生了一个很 就是像类似的 就是有一个人拿一把手枪 就杀死了十个人 还有一个人 旁边也受伤 他们先牵杀了一对夫妻 男的三十五岁 女的二十五岁 还有他们五个月大的女孩子 然后又开车 他一直往山顶上开枪 打死他的上司 不是打死 把手臂打坏掉 因为为什么呢 上司发约他了 现在做老板不容易 发约他们的 什么时候拿枪 这个很恐怖 所以他就被 他没有把他的上司 就是把他的手臂 故意的 让他惨这个痛苦 你把我发约掉 我很痛苦 所以我要你受尽这个痛苦 那么最后呢 我刚才说 他上司一个三十五岁的 还有这个二十五岁 还有一个女孩子 开车了这么多 然后又去找一个 就是二十五岁女孩子的这个父亲 因为女孩子的这个父亲 当时呢 拒绝他跟他的 这个二十五岁死的 这个女孩子约会 所以现在 种种的这个事情 就怎么样 就报复 所以说什么呢 说真的 其实 我们在外面看 是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 这个恋情啊 没有成功啊 没有成功啊 所以 这个心里面 有这个双碰头 其实很容易解决就好嘛 我们说看他一点 但是不是 他没有 他不饶恕 用恨 所以就这样的 这个在用恨里面 来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说这个 这个 劳恕啊 不劳恕 真的是 真的伤害 全在这个心里面 造成许多许多的伤害 自己 受尽这个痛苦 那么 对别人 也造成许多的这个伤害 所以说我们说不肯饶恕 那么说真的 伤害自己真的很甚 所以我刚才说 你恨得睡不着觉 得罪的人可能睡得很可好 你吃不下 他们可能吃得精轻有胃 谁亏本啊 有的时候就是 你自己亏本 如果你劳恕的话 那你就这个不一样了 所以必须要 这个劳恕 所以不劳恕真的带来许多 我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例子 如果你不肯劳恕啊 真的撒旦魔鬼也很喜欢去 这个 这个 这些愿恨苦度的人 愿恨苦度的人 所以我们说给魔鬼留下很多的 我们给魔鬼留一个机会 来越深的 越恐怖残酷的 来侵害我们 越侵害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不能的 不能够自霸的这个理念 所以我们说 不劳恕带来愿恨苦度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那我也曾经说过 这个南非 南非的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领袖 叫什么叫 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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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曼德拉 曾经在监狱里面二十几年吗 你说久不久 很久 在监狱里面二十几年 他为了百姓的利益 被关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 特别有三位 看管他的 当然也好 但是特别有三位 看他的 对他做出种种的这个颠道 那么又是在这个 非常这个荒凉的这个岛上 有毒蛇 有等等的这个危险的这个动物 曼德拉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 百天要去踩这个石头 有时还要下到冰冷的海里 捞这个海带 夜晚却被很多的限制 一切的自由 因为他是这个政治要犯 那么有一个叫格里高 和他两位同事 常常的侮辱这个曼德拉 动不动就用这些 他们的工具铁 这些来便打他 再打他 有的时候甚至故意 在饭里面 破这个口水 墙破他吃下去 那么到了1994年5月 这位格里高和他同事 竟然收到曼德拉 邀请他参加曼德拉 成为总统的救治仪式 如果你是那个格里高 收到你怕不怕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 总统邀请他就去了 那么在救治仪式上 这个曼德拉已经很年早了 当然他讲了很多话 那么他里面说 他说你能够接待这么多贵重的客人 我深感荣幸 可是更让我高兴的是 当年陪伴我在罗本堡 度过艰难岁月的三位监狱的警察 他们也来到了现场 那么他把这个格里高还有两位介绍给大家 当然曼德拉讲得很好 他说他们陪伴我 他们就拍手欢迎他们 但是曼德拉还跟他们每一个人拥抱 跟这三位警察拥抱 曼德拉还说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性格是很急的 脾气非常的暴躁 但是在监牢当中 正是他们三位的帮助下 我才学会了控制这个情绪 曼德拉讲得很好 让虐待了二十几年的三位警察 他们的脸真的不知道要犯哪里 更让所有在场的人 很严肃的起劲 拍手 好像曼德拉是 归功于他们受造我的脾气 那么仪式结束 这个Ceremony结束之后 曼德拉就走到这个格里高的身边 平静地说 走出这个监牢的这个门 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那一刻 他是跟这位佛 当我被释放我走出这个监狱的门 要往自由的那一刻 我已经清楚知道 如果自己不能把悲伤和用恨留在身后 那么我其实还在监狱里面 这是曼德拉说的 他跟这位监狱的说谎 看管他 他说其实 当我被释放的那一天 我要通管自由的时候 我已经决定 我已经清楚知道 我必须要把我的悲伤 我的怨恨留在后面 不然即使我走出去 想有自由 我还是被困绑里面 所以他曼德拉就说 如果没有老鼠的话 我即使在自由的里面 还是没有自由 所以老鼠是非常重要的 老鼠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特征 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 你必然会老鼠 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 但是你不肯老鼠 那么你还不明白 耶稣基督真正老鼠的这个意义 所以有的人说我信主 但是我不肯老鼠 但是他不明白 但是他不明白基督的这个真正的意义 如果你真的明白 你真实的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老鼠的这个功课 但是你却不肯老鼠 那可能我们还是活在这个假冒以上的这个信仰的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说这个老鼠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这个表征 所以求神帮救我们 让人懂得这个老鼠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吩咐 那么有一些这个我们说老鼠的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去行的 我们在上帝面前 我们对能老鼠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回家 我们可以向神来祷告 求上帝建策我们是否我们有没有老鼠人的这个事 第二我们要坦诚向主表白我们心里面所受的伤害与痛苦 是的别人对待我们 我们受到了伤害 但主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们很坦白的向祂表明我们所受的伤害与痛苦 那么第三求主赦免我们没有老鼠人的罪 我们把具体的事实陈列在主的面前 那么我们也求主示向老鼠的心 使你心里面真实的老鼠别人 那么也求主医治以受伤的心灵 那么也医治那些 可能他们也受到这个伤害 他们对待你的 你都为他们来祷告 所以每次想到对方的这个时候 你求主示福给他 因为这也是主的教导 你要为这个敌人祝福 对不对 那么你也祝福他 这个是不容易 但是这是圣经的教导 那么求主以他无限的爱 充满你受伤的心灵 并使你不但得门赦免 也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当然具体方面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些得罪你的人 你也可以求主帮助他 主动的与他和睦 所以站在平等的立场 不是上对下的那种赦免 而是站在同等 我们可以先伸出犹豫的手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些都可以求神来帮助 我们能够四季的做到这个老鼠和睦的功能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记得主耶稣说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劳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带你们了 所以这是主耶稣的这个教导 所以用我们都能够把主的话放在我们身边 使我们真的学习这个功课 使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 不被这个用恨、苦毒、困困 就像这个曼德拉一样 光在建拉里面 走持自由 他非常清楚一定要把用恨、仇恨、悲伤 放在后面 真实地走往这个自由的道路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 赐下祢的怀 主啊 祢给我们力量 主啊 祢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 使得我们受到这个伤害 这个伤害 可能是从我们自己的家里的人 或者是同事 或者是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受到这个伤害 但是我们来到祢面前 求祢安慰 求祢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 主啊 我们也愿意珍惜祢的话 来饶恕别人 使我们得自由 得释放 生命的刚强 主啊 祢来保护 祢来祝福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主 求祢来引导 我们特别看到 现在有许多枪杀的事情 在美国发生了 主啊 求祢医治的 求祢来医治这个地 许多人有许多的仇恨 不肯饶恕 主啊 我们求祢生命 要用我们基督徒真的 我们多多的这个老公 并且愿意更上波 耶稣基督的爱 主让这里的这个百姓居民 都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 使他们能够得到耶稣的爱 使他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放下自己 以主为首 愿意赦免别人 使这个地 有这个和平 得想 主所施的平安跟喜乐 主 自己来医治 来带你 主啊 我们也围着弟兄姐妹 有身体软弱的 求祢自己来医治 心灵软弱的 求祢来感觉 在生活 在这个前面道路 有迷惑的 或者不知道怎么走的 你自己亲自的来引导 在工作 在事业上 你来祝福弟兄姐妹 守守这个功 一切都能够荣耀主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老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情 阿们 谢谢